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中国歌坛的黄金时期 当时近乡涌现出诸位才华与实力兼备的歌手 给歌坛贡献出诸多金九不衰的传世丽作 其中就有拥有帽子歌后美誉的凤飞飞 1953年凤飞飞出生于中国台湾省桃园县 冤名林秋苑 因为是家人独女所以备受父母宠爱 年幼时期的凤飞飞性格调皮 是个不折不扣的假小子 但生性顽略的同时 凤飞飞却拥有与生俱来的音乐天赋 经常参加各类歌唱比赛 已取得过不少可喜成绩 15岁的时候 凤飞飞报名参加了当地的中华电台歌唱比赛 凭借精湛的发挥 凤飞飞最终引一首王昭君将冠军奖杯揽入怀中 第二年凤飞飞选择背景离乡 出门寻求更多企迹 来到台北当起了著唱歌手 在台北各大知名舞厅辗转演出 凭借对市场的深入了解 凤飞飞对听众的口碑与喜好了如指掌 1971年 凤飞飞发行了首支单曲《出界一日》 正式步入音乐界 被知名唱片公司海山公司纳入麾下 自此改名凤飞飞 随后她发布的专辑《五月的花》在外反响热烈 销量高达三十万张 一时间与歌坛天后邓丽君齐名 1991年 凤飞飞更是凭借作品《追梦人》 红遍大江南北 在不少听众的心目中 凤飞飞的声线悠扬轻亮 拥有触动人心的魅力 早年间 凤飞飞的母亲曾经给她亲手制作了一顶小帽子 凤飞飞从此觉得戴帽子很方便 彻底爱上了戴帽子 走红之后的凤飞飞经常奔赴各地巡回演出 很多时候都没有经历装点造型 所以她大多时候会戴顶帽子来装饰一下 没想到这后来成为了她特有的风格 在各种演出现场 凤飞飞经常佩戴不同风格与款式的帽子 因此便有了帽子天后的称号 只是在事业如日中天之际 凤飞飞意外邂逅了爱情 而后做出了隐退结婚的决定 据了解 当时在朋友林峰的介绍下 凤飞飞与后来的老公赵红奇 结缘相识 对方是从事旅游行业的富商 家境显赫 事业有成 并且对风姿卓越的凤飞飞一见钟情 因为赵红奇先前有过一段不幸婚姻 还与前妻育有一个孩子 所以起初这段恋情遭致了凤飞飞家人的反对 只是赵红奇并未就此放弃 想尽办法讨得未来岳父 岳母欢心 最终赵红奇成功说服了凤飞飞的家人 两人于1980年登记结婚 婚后两人生活幸福恩爱 成为人人羡慕的典范 在丈夫的力挺与支持下 婚后的凤飞飞也逐步从音乐圈复出 继续自己的追梦之旅 只是好景不长 2009年赵红奇被诊断出罗患肺癌 病情来世汹汹没过多久 赵红奇就不幸撒手人寰 痛失治癌后 凤飞飞一度悲伤的难以自持 索性的是还有音乐作为抚慰 只是造化弄人 2011年凤飞飞也被诊断出患有肺癌 为了不让身边人挂心 凤飞飞决定隐瞒病情 独自治疗 2012年2月13号 凤飞飞的不幸病逝的消息被传出 让诸多歌迷感到震惊与哀痛 据了解 早在1月13号 凤飞飞就因为病情加重 在医院离世 享年59岁 而在临终病危之际 凤飞飞特意嘱咐家人 办理好一些后事 在对外公布噩耗 因为当时正值春节期间 心地善良的凤飞飞 不想因为自己的离世 去给歌迷带去太多悲痛 事后家人也遵循凤飞飞的嘱托 将消息足足隐瞒一个月 等到春节过完 才对外公开消息 虽然已去徒留爱上 但凤飞飞留下的宝贵作品 永远值得使人增长 你最喜欢凤飞飞飞的哪部作品呢 欢迎在下方交流看法